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说完电脑 说完恐龙之外 我们看看天气 看看天气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个星期也有个挺重要的天文上的发现 很多时天文发现不外乎拍到新的星 里面有新的现象 上星期很受大家欢迎讨论宇宙射线的来源 这些都是天文的观测 今星期拍到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们是找过很多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行星 但如果在太阳系以外 我们是没有找到过呢 我不敢说一定是没有 但就算银河系以外的其他银河系 因为上面的行星要拍到 一定是难度高很多 尺度远很多 甚至乎我们想拍到整个银河系 里面形成星系群的运动 我也记得是去年还是今年 近一年时间内我们有提过 但其中我们去找天文的现象 我们很喜欢找的就是星形成的过程 一些星形成的过程 在我们自己的银河里面 我们找到过这些情况 甚至乎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例子 很多数据我们是不知怎样解释的 其中有一个最近有的发现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就真的小太阳 就是那个太阳系比外太阳小很多 而它周围围围了一个超重的超级木星 你可以想像用我们的太阳系的比喻 就是我们的太阳系就是这样 但是找到另一个太阳系 它有一个很小的太阳 但是有超级大很多的木星 这种配合 我们是在我们的认识没有预期找到的 我们怎样去解释它 我们可否建立好的模型解释它 由一些新的天文研究可以做 在这里另一门研究 就是我们研究星体的形成过程 一颗星怎样形成? 怎样由一堆魂变成一颗星? 要讲这个故事其实就不难 因为我们知道一堆星制气体 它们之间有万有引力互相牵引 于是乎它们越来越会聚在中心 越会聚在中心的时候 它的旋转就越来越快越来越激烈 它们的物质之间互相撞击就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它会越来越发光发烈 甚至热到一个地步 就是热到可以点着核聚变反应 真真正正正正式是一个发光星体形成的故事 我们很相信很粗疏的物理过程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试过整段短片很清楚 看到一颗魂怎样形成一颗星? 但其实这个过程也很漫长 我们没有可能在一个有生之年 真的拍一样东西 然后看到整段短片 我们唯一探讨的方法就是 我们在天上找很多类似的系统 有些是星形成过程比较早期的一些东西 有些是比较迟一些东西 尝试将片段重组 来去显示我们对于星体形成的了解 对不对 这个就是对于星体形成的研究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些观察 但今次这个星期来自智利 一个叫Alma 这个天文望远镜基组 他们给了一个很厉害的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 我们银河系以外的其他银河系上面的星体形成 这个银河系以外是哪个银河系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的银河系很幸运 银河系在很近的银河系 在我们银河系出少少的位置 就已经有另一个超级真小型银河系围着我们 那个就叫大小默哲伦升运 叫得做默哲伦 他的发现是相对比较早些 默哲伦是航海家 用距离来发现 命名的是这个星云本身比较近我们 所以比较早也发现得到 在这个大默哲伦星云上面 我们就找到一个星体形成的过程 直接可以感觉到它外面的运转 那对星云形成的那支碟 旋转的那堆东西 就可以探测到来 所以说是天文观测上的一个记录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天文台 智利是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台 非常出名的 这个Alba本身 他虽然运作了 其实也算有两位数字的时间 但如果看在地理上 他的位置是在智利的一个高原 一个很高原的地币 我听说好像是沙漠 是的 高原兼沙漠 你看智利和阿根廷 本身南美洲的地图 他们基本上是由安帝斯山脈的天然屏障 分了两个国家 而在智利尤其是去到 他沿海的地方当然很多人住 但一上到山的地方 那个斜度很急 就会上到很高 那个气候的变化可以很不同 你不要看智利和阿根廷 好像只是一个这么长的国境线 但你要愉悦它 那种辛苦程度 都几乎及得上青藏高原 你说要中国和印度 在青藏高原打一场仗 那个辛苦程度 即是等于喜马拉山 是的 你要阿根廷和智利 在安帝斯山脈的边境 有这样的纷争 大家的代价都很大 但对于这些环境 就成为了天文观测 给了一个很好的场景 其实不单止是 Elmer的天文望远镜机组 你如果看回智利国境之内设置的 或者国际性的天文观测的仪器 是很多的 有一些甚至可以用来观测 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做得天体观测 天文观测的人 是很喜欢提字来 甚至有人特意要飞去那裡 或者要整定仪器 搬去那裡用 问得他们 他们都说天气是数好 一年不会怎样下雨 而且还要是地理上够高 尤其是因为它位处南半球 你如果想看南半球才看到的升空 智利便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地球上很多既是高原 天气是数好 这些地方是多的 就算你说如果是中国 印度想在喜马拉雅沙蜜附近 去做什么 或者就算是中国青藏高原 要做这些东西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考虑 美国来说 它在一些中部比较沙漠的地带 它一样可以找到这些条件 不过就没有那麽高原 另外你知道就是 夏威夷的高山上面 亦都起了几个天文望远镜 起到当地的土著是生气的 说你真的起久了吗 我们希望贪的东西是高 就不会太多天气现象去阻挡 所以Alma专业观察这些 以毫米波长的 这些介乎微波、电波 这些光谱附近的电磁波 来做天体观察 智利是很流行的 例如我们看到这幅图 其实我们怎样去理解这幅图 这个颜色不是真的 因为它用那个波段 不是可见光的波段 只不过就是它将它的颜色 去呈现出来 其实这里你要看一堆东西 你可否看到它哪里是 星体形成的 哪里是正式有颗星形成的 我暂时看 也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因为你如果纯粹就这样 好像台长的 你那个Mouse的箭嘴指着 这个位置 它就会看到中间有一个 光一点的地方 但是两旁是有些 好像一只碟的东西 你如果纯粹一粒星 周围有些行星 你不会有很清楚的碟在旁 那只碟就等于你看土星環 土星外面有只碟 就是因为外面散布了一些 比较稀疏的物质在 固体的物质在 如果那些星体去形成的时候 照计也有一个很热的 一堆又气体又固体的物质 在它旁边形成 而且就是说 那只碟上面放出来的光 它会能够展现到 些微的一些由红移现象 带给你的一些效应 在你天文观察的光谱里面 会看到 很简单 譬如我们为何知道 太阳有自转呢 其实我们看回太阳的 左手边和右手边 即是太阳自己一个柄 一块曲奇柄 左手边和右手边 比出来的光 波长是有少少不同的 譬如太阳在一边 一直在转的时候 那你便可以想像到 有一部分的流体 是向着我们移动 有一部分的流体 就是向着离开我们 于是有那种多普勒效应 那种多普勒效应 就是现在在高速公路 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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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效应是一样的 你的车远离的雷达太快 于是由雷达给出来的讯号 反射回去的时候 波长的转移就会多了 转移的程度多寡 就可以从那里说到 你的车本身远离得多快 同样这个原理也可以帮我查一下 太阳的自转有多快 甚至现在帮我查到 灵敏度高的地步就是 哪怕是一个在我们 银河是以外的 另外一个小银河上面 形成的星 上面的星云旁边的那只碟 上面是转得多快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效应来看到 所以这次利用了这些 我们发现原来纯粹是测 好像测测我们的车 超速得多快的一种物理原理 就帮我查到那里 有没有转移的东西存在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范围 有一批转移的东西 我们便说 应该是星体形成 给出的证据 那是不是说 现在在我们的宇宙里 仍然有继续有新星死亡 不是有星死亡 有新星旦生 一定是的 而且就是天天有发生 差在你找到哪个位置 如果那件事是比较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机率大一点 但如果我们限制了 我们比较近我们的范围的时候 我们找到机率便会少一点 那天文望远镜 为何会这么灵敏呢 这又要说回刚才所说的 它放在高原上 受到大气干扰少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它可以比较容易稳定 在某一个温度 令到它消除了一些杂讯 它放得高 受到大气干扰少 以及受到周围的电池干扰都少 你放在一个 就算我 你随便是一个高山 但高山周围是一个闹事 那就不是太好了 就是很多飞机到周围飞 又不是太好了 就贪去真是够安静 而且如果你看到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幅相 可以展示整个现场 这个Alma的结构 它都算是 现在地球地面观测系统之中 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一个 所以你看到 你便可以看到它上面最顶的背景 它有一只只锅在上面 那只锅不是只有一只 就是将它平铺 复原到一个很广大的位置 令到它成为一个很广阔的观察设施 现在我们看到它很夸张 是的 是的 我记得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到Albuquerque附近 有一个叫做Very Large Array 这些东西 它不是叫Very Large 总之叫做 它的名字 首先是Alma 它本身就是 它也是地名 Alma Desert 在沙漠里面 它是Large 然后是Millimeter 然后是Array Millimeter的意思就是 那个波段是吗 是的 它观察波段 然后Array 就是它整个阵列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锅 来帮你做望远镜看东西 而是一大堆 这堆这样的接收器 就成为了它的天眼 但是这个Millimeter的意义在哪里 即是说 如果再小一点或再大一点 怎样影响到外体的东西 其实看回它放出来的波长有多长 这些Millimeter的东西 很多时候你要看一些比较软 以及它的讯号通常比较弱 就是牵涉到一些不是很激烈的过程 那你什麽叫激烈 什麽不激烈呢 星体形成过程来说 相对不是很激烈的东西 即是如果你说是去到 星点亮了又有核聚变 激烈一些 有些喜欢天文的听众 你都知道 天体上激烈事件 超新星爆发 形成中止星黑洞 甚至乎中止星和黑洞 撞在一起 甚至乎出了加码射线爆发的东西 激烈事件 就出一些波长很短 频率亦都很高的 那些这样的电磁波 但是如果这个Millimeter 一听你就会 我们就知道 是一些很弱的 不激烈过程的东西 所以你说 纯粹看一些星体 即是星体去准备形成 吐吐吐吐吐吐 生一颗星出来的 就是相对一些 最难看力了 是的 所以就用一些 专门看弱的电磁波 就可以帮我看弱的天文现象 所以你会发觉 就是那些天文观察仪器 不能直接一个个去比较 大家各有专征 好的 我们这次有结束 下一节再回来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说些什么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 里面发生的古怪事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 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女人 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人 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圖 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 其实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在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 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铁就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事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企图 对我们的事 对那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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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